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脚这样抵做 这样就可以了 第三步 将前任轴固定螺帽固定在上方 采用17D这感套筒 然后把它拧紧 第四步 将前任两侧的孔筛进行安装 然后采用4毫米内力搅拌绳 将螺丝锁紧 第五步 安装后接刷盘 将有赛夫logo的一面向外安装 然后分别用螺丝锁紧 第六步 将后栏向后移动5厘米 然后将后跌刷棒从你向外拿出 换好 第七步 安装后冷石 注意车架上的卡层一样对准 电机上的卡层 然后进行安装 用脚这样支撑 然后锁进螺帽 这样把它对好 第八步 安装充电接口 安装室 需注意 这个上下方都有平面 车架上的上下方平面对准 然后从你向外拼出 这样 然后将橡胶堵塞这样换进去 锁进螺帽 然后采用尖锯钳将固定螺帽锁紧 锁紧后把橡胶堵塞放好 这样就可以了 第九步 将后跌刷棒从车架上方取戳 锁进螺帽锅 然后这里对准跌刷盘 采用两颗固定螺丝固定 第十步 将做刹车手笔固定在手把管上方 然后采用5毫米内力搅拌手将螺丝分别固定 第十一步 以同样的方法固定刹车手笔 第十二步 安装前跌刷棒时 注意这里的卡槽一定要对准前跌刷盘 然后采用两颗固定螺丝把它固定 第十三步 采用建筑前将左右线束上扎在剪断 然后将左右刹车段的开关线从黄状杆上方取出 第十四步 将条束车把固定在手把管上方 然后将线从黄状杆上方取出 第十五步 安装左手把胶 安装时注意这颗螺栓一定要朝下方 然后向你推进 第十六步 采用2.5毫米内的脚搬手 加左手柄胶 固定螺丝锁解 然后采用3毫米内的脚搬手 加条束转把固定螺丝锁解 第十七步 取下支撑户 然后拿开 第十八步 将电子盒取下放在地面 第十九步 将左右刹车段的开关线分别插上 然后插上条束转把线 然后将线放在卡槽中 这样即可 第二十步 将线剪在边上之后 然后把电池盒移动在上方 用脚这样支撑 这样对好之后 安装螺栓 第二十一步 将线束卡在金属卡片上 第二十二步 将左右线束用缠绕管进行固定 左右线束缠绕 左右线束缠绕到这样的时候 然后两根并在一起进行缠绕 第二十四步 将油管固定在黄砖杠上方 然后将这里的线束同样用扎带捆扎 将多余的用尖锤前把它剪断 赛富电动滑板车前后电纱泵总成的安装方法 全部结束了 谢谢